二零五年西門町雙失命案 兩名販賭集團成員遭到行刑事 槍決身亡 震驚社會 翻地點就在鵝眉停車場 雖然警方只花了十一天 就逮捕凶嫌陳福祥宣布破案 但鵝眉停車場也因此成了 吃安死角的代名詞 鵝眉停車場位在西門商圈內 來往的人非常多 也因此環境複雜 龍蛇雜處 整個停車場一共七層樓 每層約五百多屏 因此有一些監視器 沒辦法完全拍到了死角 導致過去治安事件層出不窮 而民停車場從1974年改建 至今將近五十年 共有五百多個車位 及一千六百多個機車位 但停車場只有一名管理員 就算發生狀況也無法及時應變 過去曾發生一小時內八車遭妾 還有一個月內連續拾起棄案 二零五年又發生雙失命案 至今仍有竊賊毒販會在停車場作案 我們自己管理員當然會炸 因為我們各自小事 狀況 可是因為我們管理有時候會一個人 就要看有沒有人好心的民眾 因為有時候我們裡面會很忙 近年來業者加裝監視器 鏡頭解析度也提高很多 讓氣案大幅下降 但一到深夜 封閉人少的停車場 還是得靠警方加強巡邏 才能降低刑案發生的可能性 經紀委員許志成 岩凱旭採訪報導